桥林中心 这个是五月份 很近的 这个是我们新的所谓的Mansion 正不正 这个屋主是七年的屋 屋主只是住过一晚 七年里没有人住 很感谢神 我们可以租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还有周围有二万平方米的农地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些农业计划 就在这里面 黎巴嫩和序利亚 因为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 叫Ceaser Law 大概是前年已经开始有 所以在经济方面很差 黎巴嫩更差 前几天我们跟香港说 如果在疫情之前 大概在1909月之前 是一元美金换一千五百 黎巴嫩钱的Lila 今天是一元美金换一元美金换二万二千Lila 所以你出粮的话 你想想你出港币是出这么多 突然贬值了这么多 生活很困难 我同工传送了一个图画 这个图画是活动的 是视频的 他应该是一个回教徒 大概三四十岁 两夫妻 他太太已经穿了回教徒的服装 有大套 那些垃圾桶比人头高 整个铁那些 都把垃圾放入垃圾 它是分开的 譬如这个垃圾桶 那太太就在那里 那丈夫在那里 就是围着垃圾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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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望着 我便爬到她里面 找到一些东西 找到一些东西来吃 我想那丈夫比妻子还肚饿 妻子在大肚子 她吃了几口 然后就拿去妻子给妻子吃 这样的图画 不仅是在黎巴链 我同工发给我 在敘利亚 敘利亚的情况更加惨烈 所以如果你说惨的话 香港人 弟兄姊妹 我们很幸福 我们也没有见到 我们也有穷人 譬如劏房之类 我们也有穷人 但我们未至于穷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耶稣基督 没错 叫我们要帮助穷人 但是我们的目标 不是帮助他们的土福 Amen 他最重要的是灵魂 我们要透过食物 但是食物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中心 如果食物成为我们的中心的话 变成我们被食物所控制到的 食物只是一个工具 无论你给任何东西 给口罩 洗洁液 什么都好 你觉得是一个工具 我和你沟通的工具 是表达我对你关心的工具 但是我里面那团火 不只是要你饱 我是要给耶稣 这个祈伦中心就很感谢神 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这对多漂亮的美女 这是聚里亚我们的同工 就是我们第三代的门徒 从我们宣教士过去 带去信主 然后带去丈夫 带去妻子 然后一家人 现在他们是两夫妇 聚里亚的难民 成为我们的同工 负责我们的教育部的 这里另外一对夫妇 也是比较后期过来的 在最美的北部 她的丈夫最初不信主 但是我们很相信一样 我们的同工 不是一定个个信主 但是我们觉得 基督的爱可以影响他们 所以我不管你是回教徒 是什么 很多人都觉得 同回教徒很难传福音 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难 没错他们的心真的很硬 我不否认这一件事 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硬呢 因为他们只是听到一方面的消息 好像你对回教徒有什么印象 有一个女人在这里 无面子看到她的眼睛 有些回教徒的宗派 连女性的手指都不让你看 带上手套的 你看到她 你的图画是什么 你会觉得 这个一定很难传福音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他看着你中国人 你中国人是什么呢 他看着美国人 你美国人是什么呢 不管你是什么 你白人啊 你当然是美国人啦 你美国人是炸我们的啦 你美国人是基督徒啦 你美国人是反对我们回教的啦 你中国人啊 你当然是共产党的啦 你当然是无神论的啦 你当然是信佛的啦 你给了一个图画 他给了一个图画 但是他究竟是什么人 但是其实很多回教徒 他们都完全只是有 很负面关于基督教的东西 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 所以对于我来说 回教徒是一张白纸来的 他只是被人污染了 所以我要将正确的基督教给他知道 我不需要用口传给他 等于你落区一样 我站在他旁边 我来 现在 有些人说等疫情好些 才去做宣教呢 我觉得absolutely wrong 现在是最好投资的时间 你现在一百元美金 你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之前一百元美金 你给我都不 好啦 當然好啦 你给我 但是对我有什么大的帮助 但是现在一百元美金 就有很大的帮助 他会很感恩 当everything fine 每一样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走去探人 我当时我记得我有个朋友 都是一个missionary 他的孩子正在读大学 因为精神depressed 在斯雅图自己自杀死了 我非常困难 因为这是我的好朋友 我究竟应该打电话给他 我不想令他尴尬 我刚才跟另一个朋友聊 你当然要打电话给他 这个时候他最需要你安慰的时间 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要打电话给你 他说多谢 他说很多人知道这件事 好像当我发疯 你知道吗 没有人敢打电话给我 就好像大家这样的想法 所以有些perspective 你一定要把他改变 你这个时间是最好服侍神的时间 每一个人都躲在家 你不躲在家 那你就特别了 那当然要在神的祈祷 但是我想 究竟神的旨意 这个太伟大了 我不懂他解释 有些人说我离开教会 因为神呼着我离开教会 你们有没有听过 太伟大了 你没有办法回应 这些都是我们从不信主 跟他一起派食物 我不管他 你工作 他太太就信了主 他太太就很怕丈夫不信主 一起做relief 一起去探弟兄姊妹 结果一家人信耶稣 这些是黎巴嫩 这些都是回教徒 黎巴嫩 是我们的童宫 中间的Veella 她来过香港 现在她的姐姐 旁边的姐姐 都是我们的童宫 另外她的哥哥 真的是一个秘密警察 大家都知道 是秘密警察 这个是我们的门徒 这些是第四代的门徒 你看看 很英俊 很美女 如果你未想找妻子 你来黎巴嫩多好 中东 真的不是开玩笑 中东 敘利亚的女生 很多中东的国家 都喜欢去敘利亚娶妇 因为敘利亚的女生 是很出名的 美女 我们这群美少女都很美 另外一个中国人 我在美国的牧师 5月也是疫情的时间 我们一起去的 现在我们多了很多 我们又多了一陪 十几个美少女 又英俊 我们训经 做门徒的工作 很多人问 我们现在来黎巴嫩做什么 我就把最近的旅程 告诉你 有些印象 你来不来也好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们已经有灵修 一群人 现在更多人 一起灵修 你们又可以分享 你们的人 可以有不同的时间 去分享 有些美少女 也很忠心 有些男的 有些不同的 我们有些不同的伴奉 然后我们还有 这些是我们旁边 这间很漂亮的 mansion 旁边有两个难民营 走路走几步路 不用一分钟就去到 我们去这些难民营 去分发食物 有油 有米 我们会做好好的工作 因为我们不是为分发食物而分发食物 我们会有所谓的名单 在里面 我们会跟进每一个名单 然后我们就知道 派给云国 因为我们不是要拿回credit 而是我们要盼房 我给了你之后 我想跟你建立关系 里面每一个女 他就有些经文 派到食物里面 发一些经文给他们 所以我们不隐藏 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不会 如果你不容许我传福音 我就不传福音 但是你起码知道 是基督徒给你的 那些人去排队 有不同的人 你看这些 其实这些人是很可爱的 你看见他穿的衣服 就觉得 立即退后两步 觉得不知如何和他交通 但是你和他聊天 其实这些人很开心 这些人 接着我的牧师 他叫Angel 周全场玩 这些西文仔 这些西文仔 其实疫情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我都说我在最危险的地方 周围都不危险 我们和他们玩 没问题的 一起玩 很开心地和他们玩 这些是和他们一起玩的相片 这些是难民营 有一些年纪大 站在一旁 我们去和他们聊聊天 有一些妈妈 他们生了很多 接着我们去探望一些人 那些家人 其实有一个是COVID的 那些COVID要隔离一下 我们去到他们的家 所以没有进入屋 把食物给他们 然后为他们祈祷 这里去到另一家 我们也是把食物给他们 所以这些就是你们可以去做的 我们当然有人翻译 主要用 如果是港道的话 就用英文 英文翻译阿拉伯语 如果是普通玩 普通聊天 我们也有中国的童工 就用国语翻译做阿拉伯语 这些是在难民营里面 我们的弟兄姊妹 其实这些 均均有不同的弟兄姊妹 很可爱 你看这些相片 真的很感恩 有些美女 我们在麦当劳 你看到十多人 不少人 可能你们吃麦当劳 是一碗蛋糕 大家从小吃到大 在这些人里面 大部分的人 我那次带他们 是一生人第一次去麦当劳 我们住的地方都有麦当劳 去麦当劳的时候 我说你们自己叫 他们都不懂得叫 那么就叫 任去叫 然后叫 买雪糕 Deshirt 叫 哇 就叫 那麦当劳 你猜一下 这些人是任去叫 又是青少年人 你说多少钱 你用港币来计 你猜一下 你比麦当劳都有 差不多十九人 不够二十人 那我计算我 要过千了 在香港 我三十元美金不用 是的 三十元美金不用 是的 三十元美金不用 是的 即是因为那个币值跌了 是的 我记得上一次 紫山牧师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和你分享 有一个 disabled 的两兄弟 他抱了他们 最初我说 他吃雪糕 想想想 他是麦当劳 哇 他妈妈很开心 即是我们帮他 抱着那两个disabled 的小鸣仔 等他吃一个 麦当劳 我忘了他叫什么 叫个miel 吃个汉堡包 即是 这个是不是福音 来的 Amen 福音就是这样的 我们要祝福他们 但我们不是为 给麦当劳去吃 而是知道 这些人是基督徒 爱你的 即是跟其他人一样 哇 这个是其中 那个女孩吃到 凉凉醉 真是很开心 你看到她吃的 我告诉她 三十元 看这张照片也很划 咦 为什么没有了 这些是另外 中间的 也是我们的门徒 因为我们要经过她的家长 容许我们来我们中心 因为我们教她圣经 那我们去容许她 然后回去每晚 如何跟父母读圣经 哇 感谢神 接着我们去探访她 他们有些住烂民营 有些住破烂的屋 又为他们祈祷 这个是我的牧师 在美国的牧师 哇 她说这个美女太美 她想继续回家 太美 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做 接着我们叫安提亚教会 每个主日 我们有聚会 我们就会 因为丈夫 通常男性 是比较硬 所以我们会举办聚会 请她们的家人来 一晚 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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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很喜欢吃 吃肉 因为她们很少有机会吃肉 现在的情况之下 只是吃面包 其他菜都已经奢侈了 别说是肉 所以我们能够 真的 测试这么多人 百多元美金 五六十人 又汽水 已经大 烟客了 但我想我不是这样 寄百多元美金 没有意义 对吧 就这样扔百多元美金 你多做个东西 没有什么意义 但你去那里 和她一起享受 坐在她身边 完全不同 故事 接着 这些小孩 挺开心 里面一围 外面一围 外面一围 接着这些很多家庭 吃沙律 这些 佛卿 真的很好 因为她们有 Ramadan Ramadan 要禁食 一个月的禁食 她今年 她信了主 但有些事情 回教徒不可以下指 亦可以强迫 我信主 我们也提示一下 我说你信了主之后 譬如应该受洗 领圣餐 Ramadan 你不应该守Ramadan Ramadan 是一个大节 今年 她已经很勇敢 一个女孩 我们圣诞节 第一个走出来 Volunteer走出来 讲见证 告诉我 我信了耶稣 亲戚朋友 面前信耶稣 所以她很勇敢 然后她 今年 Ramadan 她再一次做一个勇敢的行动 她说 我今年不会禁食 哇 多少批评 但她很坚持 她说 我不会禁食 因为我信了耶稣 今年是第一次 她不禁食 从出生到现在 她回去 我知道她每晚 她都会和她的父母 会读圣经 学了的东西 又是另一个门徒 你看到她的母亲 她有一个姐姐 在敘利亚北部 现在十七岁 她大概十四五岁 已经被捕去当兵 一个女孩 我又想背着枪 但有一次差不多 她只是听到消息 她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 被炸得很重 她当时在现场 她妈妈在那里不停哭 不知怎样 我女儿已经很久没有见她 我们祈祷 我们发出一个消息 我们以为她祈祷 我们祈祷之后 真的第二天 她的女儿自动打电话给她 她说在军队里面 你不能打电话和外面人联络 我打了电话给她之后 她说我没事 她很开心 她说神英运了我们 就祷告 这些有另一个美说 所以我们是一家家 我们从一个小孩子 或者青少年 开始带她 然后她们影响到她们 她就影响到她们的父母 家族 所以你去做discipleship 我们讲圣经 影响到她们 是帮助她们 如何在家庭里面作见证 然后她们是富以得俗 有些人 她们很开心跳舞 如果她们喜欢跳舞 你会很开心 她们在派对之后 吃饭之后 她们会开放她们的音乐 在那里跳 Candy Echo就跟她们最擅长了 跟她们跳舞 一样我们要学她们 要帮她们 所以我们要服侍她们 除了我们有所谓leadership 领袖各个阶层 我们要服侍她们 帮她们洗脚 为她们祈祷 这些女士 其中我们有技能训练 如果我们有技能 这个就是我们的木工房 后面只有一些小小的东西 就是十字架 就是在这些地方去做 里面有香白树 大家也知道 有橄榄木 很漂亮的材料 我们在那里 是一个技能的训练 所以这些青少年 除了下午早 有Devotion 有Bible Study 接着他们有些技能 有些人去了木工房 有些人有美容 但这些美容 就是阿拉伯式的美容 可能你不太喜欢 她们画一团的美容 是跟你很不一样的 或者你可以教她们 因为我们短暂的女生 都很喜欢带一些化妆品 送给她们 是很开心的 我们又有肥造房 在外面 就是因为这样 如果我们卖肥造 肥造很漂亮 现在我们有一个农业的项目 这个就是我们的Mansion 外面 那里 我们分开了一些地 有些是我们自己 自己耕耗 有些是分给教会的会友 就说 这个地给你 就是我们帮她 铺整个 整个 Springler 灑水 整个 整个机会的设施 在那里 中了 收入归于你的 但是你可以自己吃 或者自己去卖 如果你卖不完 你想我们用全市售价的价钱 帮你买回来 那我们可以做 releave 所以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可以把男人 跟着我们 可以更多的亲近他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敬拜队 主日 但是 没有太大的期望 我们如果有十个人唱歌 就有九个音 九个不同 是key 我们不是很专业 但是 我很欣赏 因为他们是用心里面唱出来 敬拜 是走音 又不适合 beat 你可以有很多批评 这些美少女 在用心去敬拜神 这是我们聚会的地方 全部都是在租的地方 有些青少年 他们敬拜 感谢神 看到他们 就是我们想见到的 带上头巾 他们也是这样来的 然后又主一学 最后很开心他们学一些东西 陈牧师就说到 这是我们的主日 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 拍张照片 好不开心 真的好 除了这些之外 还在玩 这就是 黎巴嫩的香白树 这棵树 这棵树 陈牧师后面 这棵树 是三千里的香白树 里面有些很大的树 所以我们都有玩的时间 你看看 这棵树 我们坐在这里 这棵树的一部分 很大的 这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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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带他们去欧廷 因为这些难民 他们没有车 没有什么 他们没有去到任何地方 所以我们会安排一下 我们一起去欧廷 这棵树 他们第一次坐树 然后上到一个冷地 很漂亮 黎巴嫩也是 叫做Little Paris 中东 Little Paris 因为法国前殖民地 里面有很多 你想不到的好东西 其中一个美少女 这里有很多沙滩 如果你来几天后 去度假 都很值得玩 有很多不错的地方 我们又去海滩 这个又跟他们去欧廷 欢迎弟兄姊妹来 参观我们 Amen 欢迎你们 不要等太迟 不要等神要你来 我觉得 什么是最适合的时间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可以停 因为我都算我自己的日子 到今年年底 我六十五岁 我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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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趁着 百日的时候 要做 不要等 真的 弟兄姊妹 你知道 我其实 正在寫另外一个讲章 string your sword 挥动你的武剑 即是你的剑 string 我们几个徒都是摆款的 圣经说 我们有两刃的利剑 那两刃的利剑 那两刃的利剑 是我们摆款的 你有屠颅刀 有指天剑 什么 屠颅 以天剑 但是你放在这里 还要藏在人里面 我有屠颅刀 我有指天剑 是有理由 你放在里面 你不动它 你拿着我 有本圣经 我很威力 但是你不动 圣经 你不去proclaim 这是我的 去宣告 神的话语就是这样 我 lie 可能是SE din 当社会让人帮我们 我们祈祷了 我们祈祷了 祈祷了 神救助我 神在在上面 你不动我 如何在 Поп vorne 神能怎么帮我们 我们不去宣告 我们不去有信心的行动 神如何协我们 神是很愿意 ward 但不要只拿着耳天剑 就告诉别人很威风 我们要Sring 好像大卫一样 圣经有很多例子 拿五粒石仔 他说我今天就要杀你了 我今天要打败你 他不是要打败他才说 他看到他的时候 一个很高大的巨人 拿着几粒石仔 我就要打败你 这个就是他的Sring the soul 我们需要这样 恩典之窗 走在大马世界的路上 我剩下十分钟 我才开始 怎么办 真好笑 六点钟我会收口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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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希望 香港很喜欢大的窗口 窗口 窗口越大 希望越大 一个小的窗口 有光线 但窗口大一点 你会觉得好一点 窗 窗口 可能是属灵上的理解 的意思 可能是一个机遇 光明 明白和希望 或者是一个新的开始 看看大家的态度 总之窗 你可以幻想到很多东西 从窗里面 或者窗里面 和窗外面 都有不同的幻想 窗口 或者窗口 我们用一个基遇 什么是因典之窗 我信主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黑社会背景 信主那一刻 神光照了我 我信了耶稣 那时候 已经是 几十年前的事 但我今天和人们说福音 说回我得救的见证 你会不会觉得 都是好像很近傍的事 好像昨天发生的事 你也可以很欲紧 因为当时你领受了那种恩典 那一刻 那一刻 真是恩典之窗 好像突然有个光照下来 可能很多人和你传了福音 很多次 每次你都拒绝的 就是那一刻 那个恩典之窗 临到你 但这个恩典之窗 可能是很短暂的 不一定是很长的 另外一个恩典 就是可能 有些人蒙照 神跟你说 我要呼召你 做某一件事 或者某一个时间 激励你 你要为某个人提讨 你要做某一件事 但是这个感动 是不是长久的 不一定的 可能是短暂的 这个恩典之窗 所以是一个机遇 你有没有拿着这个机遇 去做一件事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 当神跟你说话 你有这个恩典之窗 突然临到你的时候 你要拿着它 你进入去的时候 好像随着圣灵的风去的时候 你可能做到一些事 在超越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你会从上头以来得到一个恩重 现在这个时间 我觉得是一个恩典之窗 在饥荒里面杀种 有百倍的收成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 饥荒 饥荒 我还要去祖 本来祂要走 但是神就说 不要走 你不要去埃及 你要继续在这里 两年的饥荒 我还要杀种 但是神说你要杀种 结果呢 同一章里面 有百倍的收成 这个《创世纪》里面所说 这个冠状病毒究竟是灾难 还是一个百年难得的机遇 我觉得 好觉得 真是百年难得的机遇 当然我们不希望很多人死 不希望这些事发生 但是 我几岁的人 从来都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事 我生里面 能够想象到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绝对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绝对是有神 我不知道他容许 因为神的旨意 我不敢说任何东西 但如果没有神容许这件事 绝对不会发生 既然神是这样的话 究竟我的位置在哪里 我是不是要避 你呢 要下到埃及呢 因为觉得这个百年难得的一个机遇 我们很多时候做事都会有 似乎是一个错误的时机 错误的地方做错误的事 You're in the wrong time You're in the wrong moment You're doing the wrong thing 你觉得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的机遇 我想每个人要自己去reconcele 自己去想想 我究竟是在一个什么的机遇 但是 我觉得绝对是一个黄金的机会 golden opportunity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想着是要cut budget 想着做很多事情 但是到现在 到今天 我们上个星期还寄口罩去 曼加拉和巴基斯坦 因为Delta 我们在印度没有工作 以为我们的同工可以 突然发现到 巴基斯坦和曼加拉很近印度 他们都受到很大疫情的影响 一发信就说 我们寄来 我们需要口罩 我们还需要食物包 我们过去这段pandemic的时间 就帮助了不同的难民 在巴基斯坦里面 这个是巴基斯坦 这个最奇妙就是 巴基斯坦的政府说 pandemic 你不可以聚集 我们有基督徒 怎么办 你去天台 你去 bargaining 所以他们就听话 天台里面有喇叭 所以周围的平房屋 很多个天台 很多个骑楼 在上面大喊 以前只是基督徒 才可以大喊 现在我们可以 拿着个大喇叭 你看看 在这里传福音 在这里做聚会 哈利路呀 我们曼加拉日很贫穷 曼加拉是我见过的 其中最贫穷的一个国家 我们也做到很多救灾 老窩 这些地方 这些是缅甸的难民营 我们又在黎巴嫩 我们在每个地方 就是这样去做 这些难民的救灾 这些全部都是 这些是医妈 就是会教徒的牧师 这些是警察 那些警察都没有 没有口罩 所以我们影响到社区 现在我们周围 我们的地方 我所做的事 不只是给基督徒 而非基督徒 里面有学校 有阿美利亚人 下一个旅程 我都会去阿尔美利亚人 所以你想刺激的话 就跟着我 去阿尔美利亚和Georgia 这个是希望之家 刚才所说的 三木士跟我们去 这些西文仔 去徘徊在垃圾上 我六点钟了 所以我可以停在这里 就不再飞了 下次有机会 希望挑战你们 不要等 耶稣没有 有时候我们应该等 但你觉得 这个时间是否等 我们等了一年多 还等 不一定要出去 我没有意思 像我那样 走去中东 走去其他地方 我想神跟你们说话 刚才说的见证 那些人出去社区里面 都不是等的 我们不是一定要离开香港 可能神有些事情跟你说 我相信今早上 神跟你说话 Amen 神在这里跟你说话 神要你不等的 是不等什么 可能是跟一个人传福音 这个是最好的时间 可能做某件事 我不知道 让我们一起接受圣灵 好吗 接受圣灵 主 我们不等了 主要是我们的软弱 主要是你一直向我们呼唤 你要呼唤我们 要为主你作供 主要是无论我们在乐区 去到沙头角 去到沙角村 或者不同的地区里面 去服侍你主 主要是我们一直在那里 好像拖着拖着 拖着 主要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我们灰盖 主要是我们愿意更加努力去服侍你 主要是我们愿意 好像很多人离世的时候 我当打的仗我已经打好了 主要是我们愿意学到保罗 能够有这句称美的说话 主不是我们最生的那几年去做的工作 是今天 主是今天你用我们去做 主要是求你的说话再一次 好像锤仔那样 打到我们的心里面 激动我们 主你激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回应圣灵你跟我们说的说话 主要是香港的福地 这个福地不是因为我们有钱 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东西 因为我们有耶稣在这里 有耶稣在八灵仪教会里面 有耶稣的子也在这里 主要是我们牵卑在我们面前 主要是求你说话 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 做感动的工作 牵住我们的手 牵住我们一家一家 连同我们的小蚊仔 连同我们上的父母 我们要信服主的旨意 在你的时间 愿你来 主愿你来 主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得有多长的时间 我们都要豁出去 我们要为主你的缘故 我们要打了美好的成像 我们要相信你的话语 你要应许于我们的同在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的圣灵充满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心窩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接受你 哈利路亚 我们接受你的祝福 哈利路亚 让你的教会起来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每一个人没有盼望 他们都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 很黑暗 不知方向的时间 主教会就成为他们的方向 主耶稣基督你就成为他们的方向 你就成为他们的祝福 哈利路亚 为八零二教会 为很多好的弟兄姊妹 他们所做的工作 无论是各方面的支持 经济 由孔牧师 印度等等 我们感谢你 但我们相信你有更大的祝福给我们 感谢你 能够和八零二一齐同行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 能够一齐 直到见主 那一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